Riden 78745H是AMD专供中国区的移动标压CPU 它最高锐频4.9GHz 相对8845HS缩水了0.2GHz 780M核显频率2600MHz 相对8845HS缩水0.1GHz 它还没有NPU 虽然目前这个弱级NPU 在Windows下并没有发挥啥作用 那么8745H相对8845HS 性能表现有很大的不同吗 其实并没有 跑黑神话悟空测试 平均帧率一模一样 阉割了NPU的8745H 在LAMA3.1大模型测试中 跑出了780M核显的最高值 13.9PK每秒 大家好 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 装置AMD RAN78745H CPU的 高性能迷离主机 MillisForum 铭帆 UM870 SLAM 今年一直高举高大的铭帆 在双十一前推出了相对清明的 Slam系列 有UM690 SLAM UM760 SLAM 还有这台 UM870 SLAM 它的开卖价格 据说不到2000元 是不是相当便宜啊 大家觉得 这个价格的小主机 算是有性价比吗 铭帆UM870 SLAM 明凡UM870 SLAM 装置AMD RAN78745H 8核16线程 移动标压CPU 类置AMD Radeon 780M核显 双通道DDR5内层 5600MHz 双PCIe 4.0X4的NVMe SSD 三屏显示输出 2.5G网卡 交WiFi 6E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了 电源线 HDMI线缆 显示器背架和螺丝 还有两个脚垫 说明书 这DC小电源 19V 6.32A 一共120W公率 小主机是银白色金属和塑料的混合机身 顶部有MITSforum品牌logo 机身接口 前面板 电源开关键 双USB 3.2A口 耳麦接口 后面板 49V电源接口 2.5G网络接口 满血的HDMI 2.1接口 可以PD输入的全功能USB4接口 DP1.4接口 双USB 2.0接口 双侧 后部 底部 都有通风口 取下背部四个脚垫 再取下四颗螺丝 从这个缺口 揭开底盖 看看内部接口情况 右边底盖上有一个静音风扇 预先装置好两片SSD的硅胶散热垫 两条DDR5内存插槽 预装一条2280PCIe 4.0X4的NVMe SSD 空置另一组 共两组PCIe 4.0的NVMe接口 SSD下面是联发科WiFi 6E无线网卡 BIOS里显示是REN7-8745HCPU 32G的DDR5-5600MHz内存 这里可以设置性能释放 平衡模式54W 性能模式65W 我们测试的是性能模式 这里可以修改显存大小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IDA64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一条直线跑在65W 整机功耗跑在88W左右 CPU频率稳定在4.3GHz 我们单烤了一小时 时温24度的情况下 CPU温度最高到87度 SSD最高温度31度 我们用民凡UM870 SLAM迷离主机的 REN7-8745HCPU来专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9分50秒 共计590秒 590秒是相当出色的成绩 超过了自己品牌的7840HS和7940HS 稍低于自己品牌的8845HS CPU-Z多线程7194.6 单线程697.3 多线程超过了所有的7840HS 低于自己品牌的8845HS GagBenji 5多核12,221 单核1933 跑上了12000分 多核成绩和其他家的8845HS 是差不多的 GagBenji 6多核13,202 单核2624 多核成绩和其他家的8845HS 差别不大 CityBenji 223 多核17199 单核1760 多核成绩上了17000分 超过了我们所有测试过的7840HS 和8845HS打的有来有回 CityBenji 2024 多核979 单核105 仍然是在780M核显CPU的前列 PassMark 多线程 32599 单线程 3927 多线程几乎高于所有的7840HS 综合上面的比较 明凡UM870 Slam 8745H 多核性能超过了几乎所有的7840HS 和8845HS相比 性能接近 然后看娱乐大师 总分 1496830 CPU得分 946891 我们给RUN78745H 运行OpenW测试 AES 929647 XX20 368577 CoreMark 501305 CoreMark成绩上了50万 比自家的7840HS稍高 低于自家的8845HS 我们来打游戏 地平线5 1080P高画质 不开抗拒尺 普通场景80多帧 复杂场景70多帧 地平线4 1080P超高画质 开了两倍抗拒尺 80帧左右 非常不错 英雄联盟 4K中等画质 最后大弹战 平均70帧左右 原神1080P高画质 跑起来 战斗起来 又是针 纹丝不动 荒野大飘客2 1080P低画质 运行评估测试 最后结果平均针 45针 黑神话悟空 使用官方的性能测试工具 1080P自定义画质 超踩开到50 开启真身尘 最后结果是 平均68针每秒 实战一下 继续 继续 独 这就是Radeon 780M核显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先来看一下游戏时的温度情况 CPU最高82.9度 内存坐显存最高63.5度 SSD最高35度 游戏时散热表现是很好的 看一下3DMark的图形得分 Time Spy 3043 Firestreak 8662 Steel Nomad Lite 21.8fps 稳定度98.9% 我们把3DMark的测试数据做成图表 8745H各项成绩和8845HS差不多 跑Lama 3.1 8B大模型 升级到0.3.5版本的LMStudio 全部性能拉满 摊持蛇编程 竟然跑到了13.9Token每秒 是780M核显小主机的最好成绩 显示输出 HDMI 2.1接口最高能输出 4K144核子 10位RGB非压缩信号 USB4和DP接口最高能输出 4K144核子 10位RGB非压缩信号 我们的显示器DP接口可以超频到160Hz 此时这台小主机可以输出 4K160Hz 10位RGB非压缩信号 连接索尼OLED电视 HDMI接口能够输出 4K120Hz 10位YCBCR444非压缩信号 Radeon 780M核显的视频解码能力 它能硬解本地8K60帧AV1视频 YouTuber 8K60帧AV1视频流畅播放 原厂硬盘测试 4600兆B每秒 PCIe 4.0X4的入门速度 USB4接口外接雷电3硬盘盒 3100兆B每秒 测试不错的USB4外接存储的性能 我们还测试了小主机WiFi网卡 这次是联发科WiFi6E无线网卡 频宽只有80兆Hz 跑到了400兆BPS以上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较差的无线性能了 螃蟹2.5G网卡 我们也使用了iPad3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跑到了2.37G 跑满了带宽 这块2.5G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 民凡UM870 Slam 装置了软刃器8745HCPU 在Windows下的性能释放是65W 功耗表现我们列表给大家看 最高没有超过95W 120W的单槽小电源能够搞定 时温24度的时候 CPU带救温度30.5度 SSD带救温度26度 生产力测试CPU100%的时候 机身50分贝 放到耳边位置只有41分贝 民凡UM870 Slam 它装置了AMD RAM78745HCPU 出厂65W的功耗释放 CPU性能超过了几乎所有的7840HS 接近自家的8845HS 图形性能也和7840HS 8845HS差不多 散热和静音都非常优秀 目前来看 这是民凡出品的最便宜的一款旗舰 准系统定价低于了2000元 说到缺点 接口少了Oclink 算是最大的遗憾了 至于NPU 真是属于机内般的存在 没有也好 总结一下 民凡UM870 Slam 装置热刃器8745H 65W的性能释放 相当不错 性能超过了几乎所有的7840HS 散热优秀 静音优秀 满血全功能USB4 能接入PD电源 接口兼容性非常好 优良做工 强悍性能 价格相当便宜 是目前最有性价比的 780M核显小主机之一 值得我们推荐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